楼链档头,我是鲁鲁 最后告知我是邱子 让我们看一下国内的新闻 这个国内新闻呢,就是选区重新划分了嘛 那这个选区重新划分呢 结果就造成了这个政党呢 主要还是华人政党啦 也不是华人政党,就是反对党呢 还有这个马化民政呢,跳起来了 是的,那其实他们就有说 如果有一些国政啊,或者是巫统啊 他们觉得对于这个选区划分有意见的话 他们可以在9月23日召开的国政最高理事会 以及9月31日进行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中 拿出来讨论这个选区重划的课题 这个选区呢,重划呢 其实好像就是说 这个选区主要是把这个混合区给减少了 然后就是主要是集中 好像是把马化人集中在一区 然后华人集中在一区 这个对,而且这个反对党那方面就是说了 就是主要受影响的呢 还是反对党的区域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不满的 而这个人民公正党的副主席蔡天强也说了 这个如果大马选举委员会呢 所进行的选区重划 获得通过的话呢 国政就能够以新的选区划分了击败反对党 最终呢,只是会把大马分成两极化 而他也说了就是反对党呢 在选区划分的课题上呢 不仅仅是关注反对党能不能赢得执政权 更关注的是以后大马会变成什么模样 嗯,然后他也觉得说 其实国政呢 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打败反对党 不过只是要就是人民关注到的是 以后大马就会变成两极化 就是不同,一直提倡的就是 One Malaysia嘛 我们,但是你现在就把政治都已经给两极化到这么明显了 那你当初说的One Malaysia到底在哪里 呃,这个种族政治是一直都有的嘛 毕竟我们是在一个 这个对于我们的政党来讲算是一个先天条件 毕竟我们有各大种族 所以对他们来讲算是一个先天条件可以去玩这个把戏的 那,其实我比较同情的是明镇跟马华 嗯哼 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会死得很惨 然后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就是其实 呃,国政呢是有点唾弃马华跟明镇的 毕竟马华那时候输得很惨嘛 那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最近新闻啊 这些国政的人一直跳出来就说 啊,马华你们就 你们就静静就好了啊 反正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那然后反对党呢也就死咬着这一点 也就是说你看你们马华 就是很明显的国政已经不要你们这些呃 这些游党了 就是已经不要你们这些捧党了 呃,游党了 就是你们已经是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啦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可以赢就好了 没有顾马华的生死 是,所以马华总会长男士与廖总来 他就说其实选区会呢 他们在做这个重新瓜分那个选区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分裂着我们国家多元种族 所以跟马华他们提倡 他们一直提倡就是多元种族 要和谐啊这些理念呢 其实已经是不一样了 他们觉得马华呢是需要一直给予纠正 然后也希望呃,这个选委会呢 要以各种的种族方式来分化这个选区 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健康的 嗯,不过这个马华树立总会长的 那都市里,魏家湘呢也有说了 就是在选区的划分之际呢 呃,各个政党基层之间有发出 要锁回或交换选区的声音呢 是正常的 而这个根据国阵的惯例呢 如果马华在上一届大选中呢 胜选的选区呢 这个选区呢就是属于马华上阵的选区 他认为呢,针对这个课题呢 其实党员是不需要太过理会的 应该将注意力呢 聚焦在马华上阵大选胜选 还有要拿回的选区上 所以呢,呃,其实我觉得 这个魏家湘说的这句话呢 是比较,比较呃,理性的 嗯,比较理性的 因为对我来讲,在我看来 其实马华也做不了什么 对啊 马华其实呢,他做不到太大的行为 他只可以就是说,吵吵一下 那国阵就说,啊,反正他也不太理 如果他理的话呢 他就不会,就这么分啦 就是把马华跟民政边缘化了 所以呢,魏家湘这句话呢 他说的是比较有理智的 就是说,啊,我们就不要再讨论这个课题了 不然我们好好去想 我们的对策要怎么样 我们怎样保留我们这个区 保留我们已经 那胜利的那个7-11那个区啊 只是那7个区 然后,要怎样去把,呃,反对党的这些华人区呢 把它给夺回来 虽然我觉得是有点困难啦 毕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这些华人区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偏向,呃,这个反对党的 呃,肯定,肯定还是会有要偏向反对党的 嗯,对,虽然是想说是,呃,回流啦 我们可以看到就回流,呃,可以看到有些现象像是之前的江沙和大赶不选嘛 就是,呃,国政是大胜了嘛 就是大胜了 是的 但是呢,嗯,根据我目前所看的啦 周围所看的 还是会觉得 呃,华人呢,还是会偏向反对党多一些 至于这个,呃,无意呢 这些还有这个应议呢,来讲的话呢 呃,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嗯,所以呢,这个选区呢 呃,不过这个呢,冲击胜率 这个民政党的方面呢,也就有说了 就是,呃,民政党呢,也是不满的 他就说了这个,民政党的主席马却强呢 就说这个新发布的选区从话呢 已经冲击了 这个民政党上阵的45个国州议席的胜算 所以呢,不单单只是行动党 也要向选委会做出投诉 同时呢,这个呃,民政党呢 也要做出投诉 而且呢,也要通过这个机动反 反动联署来反对 嗯,嗯,而这个呃 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因为这个慕无威国席呢 有胜算的地区50%就被划走了 就民政党的50%被划走 他是密码接受的 而且目前还没有确实资料是 但是从选区的地图看来就知道变化很大 可以看得出这个呃,选区他们重新划分啊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一点新闻 就是说 有些地方呢,是人数多到不像话 然后有些地区就少了不像话 嗯,所以呢,这个地区呢 就是不平衡 其实他这样子的话 重新划分了 然后他的人名人数都已经不平衡了 那其实他这样子做的话 就很感觉他就是要让他自己赢而已啊 嗯,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确实,确实是啦 就毕竟执政党嘛 执政党都会有那个 都有那个权利讲真的 讲真的反对党啦 我个人看,我个人是认为 反对党要怎么去 要怎么去赢呢 就是执政党都有那个权利存在 都有那个power存在 那反对党的话来讲 你有苦也只能自己吃 那我个人比较同情的是 马华跟明镇 因为他们算是执政党的一部分 但是呢,他们有苦还是自己吃 他们跟反对党好像没有什么分别的感觉 所以呢 我觉得马华呢,在这方面的话来讲 与其先去投诉 或是先去投诉怎么都好 当然投诉还是一定要做的啦 但是呢,先整理好自己的士气吧 然后再来接的大学呢 好好的就是 重整一下自己 至少让华人都好 对你有充实一定的信心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不过这个选曲化分呢 是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弹嘛 所以这个巫统呢 跟国阵呢 就是有特别关注 这个国阵的总秘书呢 都是李东国安安 就有透露就是说了 国阵呢 还有巫统制高理事会呢 将分别召开会议呢 讨论选序重划的课题 而一旦有任何的议决呢 将会把建议和反对呢 提交给宣委会 所以呢 就是他们会重新再讨论 这个选序划分的问题 而这个结果呢 就还要再继续看了 看这个会不会 就是这个选序划分呢 可以划得更平衡一些 然后也不要这么种族化 不要把麻人全部放一区 然后华人全部放一区 可能就是多一点混合区吧 毕竟这个种族化分的话来讲 他们已经把这个混合区 给大大的减少了 所以为了提倡一个马来西亚呢 所以还是不要这么种族化吧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则新闻 是关于到这个哈迪阿旺的 是哈迪阿旺 就是伊斯兰党的主席 那就是哈迪阿旺 他就证实说 他会在10月的国会 重新的提成伊斯兰刑事 私人法案 那其实他这么说 其实他还说呢 其实他重提这个法案 其实非穆斯林是不需要感到恐惧的 因为这一个伊斯兰的刑事法 只会对穆斯林才会有影响 所以非穆斯林 你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我们怕的就是一个国家太过种族化 太过族群化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怕的呢 不是因为我们怕 你会用这一个刑法 你会用这个伊斯兰法来对付 可能对付其他的族群 而是这个伊斯兰法 是不是跟我们的民主 是不是跟我们的联邦宪法 是有起冲突的呢 像是可能有些刑法是有起一点冲突 那对于马来西亚的形象来说 是不是是有影响的呢 你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国家 好我们推行这个伊斯兰法的话 那马来西亚会不会在国际上 被标签为是一个宗教国家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算是 一个宗教国家的意味存在 像是我们是伊斯兰国 我们可以把那个 说为是一个国家的特色 可以讲说是 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然后来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好呢 可能就是在打扮这方面的话来讲 还是要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这个国家 然后可是这是一个地方种族色彩 但是如果你是推行这个伊斯兰法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你可能很有可能 就是有一种让人家感觉是 以宗教治国的感觉 那跟我们国家大大提倡的民主 会不会有些出入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出入 因为其实也感觉也是很麻烦的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一个法律 因为如果一件事情 它涉及到的是一个穆斯林 跟一个非穆斯林 然后他们 他们还要经过 就是你先提成这个 这个罪案上去 然后他们才说 要给 这件事情是要放在 普通的那个法庭上解决 还是要用那个伊斯兰新制法去解决 那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不是方便很多了吗 确实是应该用一个来解决的 只是 为什么要推行这个伊斯兰法呢 当然这个伊斯兰党这方面 也是有自己的个人意图存在 毕竟哈迪阿万 这个以保守派为首的呢 他们是希望说 提倡伊斯兰国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是伊斯兰 伊斯兰 这个 伊斯兰 伊斯兰党的最终目标嘛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提倡这个疫情法 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的 是他们党的一个党党子 就是一个宗旨 所以为什么他们去提倡 那他提倡这一点 跟我们的联邦宪法会不会起冲突 是的 已经有好多个 好多位律师 律师呢 就已经说了是会起冲突的 那为什么还要让伊党去推行呢 还要让伊党不是推行 是提倡 这里我们说的只是提倡 为什么要让他提倡呢 是因为我个人这个看法 虽然我也说 国政就觉得说好吧 但既然你都已经要提倡那么多次 那我就让你提倡吧 反正只是提倡啊 不一定让你通过啊 所以就只是 就是让你提倡 让你就是 可以给你说下 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就是有 在关注到底国政跟伊党这方面是不是有合作的 那他让他提倡可能也是一个合作的为前提 以合作为前提的一个条件 条件的对等条件吧 对换一个条件 所以呢 这个异刑法 其实我相信只是一个炒作课题 如果真正推行异刑法 对于国政来讲 也是不利的 对于这个国家的形象来讲 也是不利的 当然自然而然 对纳吉来讲 也是不利的 他的形象来讲 整个形象对纳吉去指正来讲的话 也是不利的 然后对于他做外交等等的那些 可能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国政在这方面可能就是 会有在上的考虑啦 可能这一个课题只是一个 烟雾蛋 只是让你纯粹只是让你吵罢了 它也不会发生 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一个 这个伊斯兰形式法能不能够 就是被批准 我们还是要等十月 哈迪亚旺提成了以后才会知道了